张宝罗罗财案件指出 在北北极桃1200块钱月票规划 7月开始实施政策一出鲁绿营的 政治人物纷纷跳出来表公 另一位郑云鹏在领事上发文强调说 这是九合一大选前 他跟其他现任首长候选提出了证件 不过经过桃园市议员领涛调查 发现这个政策最早的发想人是谁 是现任的桃园市长张善震 当时张善震还因为政策 遭到郑云鹏的犯人嘲讽 现在网路上也针对这种政策 做几个投票来问问 交通部也你花大约221亿元 补助地方推动公共运输票证 你赞成吗 那么在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67%的参与者 是非常赞成的 另外11.4%的网友还算赞成 不过也有5.3%的不太赞成 14.8%的民众则是完全不赞成的 好大家你赞成的话也来聊天室 帮我来加一 交通部也你要花221亿 来补助地方推动公共运输票证 赞成的话聊天室帮我加一 不过如果你不赞成的话 也欢迎在聊天室表达你的意见 帮我加二 另外再来看到是花费了12亿元 整建的新竹棒球场 到现在还是封场重整当中 还是没有办法用 那么现在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棒球场只是无法验收 启用什么原因呢 就是排水跟土壤规格出包 夸张的是除了土壤级的这个配后度 少了三分之二 原先编列4000万来做排水工程 全部被删光光 从楼到尾都没有落实来施作 难怪只要遇到下雨就积水 现在审计跟阵风单位呢 也已经清查这舒适的官员 而且人数恐怕是多达了十多人 好看到新竹棒球场 现在每逢下雨避积水 4000万的排水预算被删了 现在呢来查查 现在舒适的人员恐怕 已经高达了十多人 那持续再来看到 新竹市议会民党团 日前是开了记者会抨击 市长高洪安 说他刻意的摆烂 政治消费新竹棒球场 让这个球场没有办法来办理 WBC的一个官办热身赛 而现在呢新竹市府回击 为什么呢 就是刚刚提到排水的问题 土壤集配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而且体育署呢 也曾经发含要求 应该要完成验收 才能够规划来使用 所以为了确保球员安全 才不再争取办理 也反击民营党团怪罪 发现问题的人 真的是愧对人民的纳税钱 同时高洪安本人 也亲自来回应球场事件 从去年的12月14号 到今年2月22号 包含了这个球场 土壤检测有18处的点位 6处是有严重的缺失 里头包含了什么呢 砖石块 废弃物 而另外有12点出现了 排水状况不价的情形 我们在12月14号的时候呢 曾经跟这个Marie Cook WBC的人员 那一起到现场来进行 当时是为了要是看这个热身赛的场地 是否能够来得及去做改善 那当天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排水的检测的时候 那就有Marie Cook这位顾问就发现说 其实排水的状况是没有办法正常的 积水的部分没有消退 14号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1月5号这一个部分呢 总共其实土壤检测的部分 是有18处的点位 那18处点位里面是有6处是发现严重缺失 那在右边我们有看到的是 在严重缺失的部分 包含像是砖石块啊 比较大型的 或者是呢 在3公分以上的废石块 那甚至还有废气电线 10公分的废石块等等 那这个部分其他的12处点位也有排水不佳 或者是说像土壤检测 光是木室就不符合契约规定的一个问题 所以并不是像外界所谣传的说 什么17个洞只有3个洞有问题 这个部分先要先跟大家外界做一个澄清 就是18处的点位是有6处是严重缺失 其余12处是排水不良 以及土壤木室 集配就不符合契约规定的问题 好看到呢 国内现在出现淡荒的危机 诺会主委陈吉仲说是因为今年情流感严重 不过对此国民党令党团总召曾明中来批评 陈吉仲声称是情流感高峰期 但是情流感跟天气异常 这是每一年都有发生的 相较于马前总统的执政时代 也没有发生淡荒的危机 情流感这只是一个借口 曾明总统比陈吉仲一再的跳票 没有记取教训 过去嘛政府做好产销调节 以来因应情流感时扑杀的家禽 预计产量不足 就会先从国外来进口因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好持续也来不及了吗 因为呢面对这个国内的鸡蛋产量减少 首批从澳洲进口的36万颗的鸡蛋 在28号晚上顺利的空运抵台 能会表示呢启动短期专进口 预计将来进口500万颗的鸡蛋 疏解3月份的蛋黄 同时也会努力的提高鸡蛋的库存量 来稳定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平稳蛋价 现在出现了这个蛋黄危机 農委会也要来到立院来报告 并且备巡主委陈英仲强调说 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气候还有禽流感 减少部分会积极的透过加工 或是专业的短期进口 来补足缺口的所需 不过農委会现在澳洲进口的 500万颗的鸡蛋填饱区额 专家说这農委会恐怕至少 要倒贴3000万 陈英仲也做出回应带来看 这个鸡蛋产量会减少 主要就是气候因素跟禽流感 那禽流感就是H1-1 我待会的报告里面就呈现 全球去年因为禽流感 扑杀的这个整个案例 7000多例比我们前年 4000例多了将近3000多例 那台湾也因为禽流感 所以造成了鸡蛋产量的 这一个减少 但是这个减少的部分呢 我们会积极的透过加工 或者是专案的短期进口 来补足这个消费者所需 那现在3月以后 那天气会开始回暖 而且我们以前淘汰的 或者是换雨的支数呢 会开始逐渐的来恢复生产 所以我们希望在鸡蛋的生产量 逐渐稳定的时候 那再加上短期的加工 跟进口调节 可以来满足国人所有的鸡蛋的 这个消费 那因为澳洲的这个蛋价 就是有专家分析说 至少几点倒贴3000万 澳洲进口的部分呢 那因为牵扯到是海运还是空运 所以每一颗的蛋 当然进来之后 是比国内的贵 那这个价差呢 农委会这一边来 会来吸收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不会影响到产地的价格 请农民放心 但会确保 让我们的消费者买到鸡蛋 好 到底现在市面上的蛋 价格是差蛮多的 有看到有数十元的啦 有120的价差蛮大 很多人想问问 这个蛋是越贵越营养吗 到底跟价值有没有关系 我们让专家来做出分析 鸡蛋种类多样 但市面上价格都不同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像是一般白蛋 10颗65元 平均一颗6.5元 高价白蛋则是15颗120元 平均一颗8元 红蛋最贵10颗100元 一颗就要10元 但到底是不是价格越贵 营养价值就越高 本身养的少 然后它的产氮率也比较低一点 所以它价格也会高一点 但上指出白颗蛋是由来恨鸡 生下的蛋数量较多 红壳鸡蛋则是依沙 落到红等鸡之生下的蛋 数量较少 价格才会比较贵 与营养价值无关 蛋黄颜色也有差异 一般蛋偏黄 红蛋偏橘 高价蛋则是偏橘黄色 且蛋白分布均匀 营养师强调蛋黄深浅 专家强调蛋殼粗糙可能是因为母鸡生病 导致蛋壳钙质分布不均 但现在的鸡蛋都是细选蛋 要分辨是否新鲜 最好直接看产销履历 记者央视区陈嘉伦台北 采访不到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请不吝点赞